已经知道A向量长度是3,B向量长度是4 而且AB向量的内积是等于6 是求第一小题 两倍的A向量加B向量加完之后呢 跟A向量-B向量去做内积 好,那我要去把它做内积 我等于是可以直接乘开 所以就是两倍的AA内积 然后呢 减掉两倍的AB内积 加上呢 一个AB内积 再减掉BB的内积 好,那这里AA内积的话 自己跟自己的内积 是不是就是等于A长乘A长乘cos零度 自己跟自己当然没有夹角啊 好,那cos零度呢 前面有讲过了是1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它是A长的平方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式子写成 两倍的A长平方 减掉一个AB内积 那这里BB内积也是一样 就变成B长的平方 好,题目有了数据 我们就可以通通放进来 来,A长是3 所以平方之后就变9 内积题目有给16 B长呢 是4,4的平方16 好,来 9,2,18 18减16 剩下2 2减6 所以呢 得到负4 这是第一小题 来,第二小题 我要的是2 2倍的A 向量减掉 B向量的长度 好,那要求长度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把它平方 因为平方之后 就可以变成是 括号乘括号 好,不是括号乘括号啦 括号跟括号的内积 好,括号跟括号的内积 来,那我内积 我一样又可以把它 像刚才一样把它承开的感觉 好,来,承开我就写快一点 这边呢,就是4倍的A长平方 然后这里是减2AB 减2AB 所以就是等于减4倍的AB内积 再来最后这里呢 就是加B向量长度的平方 把数字带进来 3的平方嘛 然后这里呢 其实像这里呢 我就会直接把它写出来 我就不会再 因为9436这个心算OK啊 6424心算也OK没 好,来,这边减完1212加16 所以呢 就等于28 不要把28写下去 题目没有平方啊 平方是我自己加的 所以请你开根号 来,28开根号是多少 对,47又18 所以4开根号出来 所以就剩下2根号7